屏风内并未人去做空 二皇子很奇怪地留了下来 他看着从楼下走上来的范贤 微微一笑 将自己的左手 缓缓放到暗面之上 努力抑制着自己 内心深处的那些荒谬感觉 用两只手指 粘了个南方供来的青果 缓缓嚼着 范贤坐在了他的对面 端起酒壶 开始自针自引 舒然尽十杯 大皇子抱着酒瓮 于一旁痛饮 似乎想谋一罪 范贤放下酒杯 拍拍手掌 三皇子规规矩矩地 从连后走了出来 有些为难地 看了大哥和二哥一眼 然后坐到了 自己老师的身边 大皇子不赞同地 看了范贤一眼 眼神里似乎在说 大人的事情 何必把小的也牵扯进来 此时抱月楼三楼花厅 便是三位皇子 加上范贤一个 如果不算先前离开的太子 庆国皇帝在这个世上流的血脉 算是到齐了 先前的鸿门宴 已然变成了气氛古怪的家宴 你害怕了 二皇子放下啃了一半的倾果 盯着范贤的双眼 柔声说道 范贤端酒杯的手僵了僵 缓缓硬道 我怕什么 你不怕 今夜何必做这么大的动作 二皇子微微一笑 清柔说道 只有内心畏惧的人 才会像你今夜这样胡乱出手 你杀我家将 补我心腹 难道对这大局有任何影响 范贤深深吸了一口气 面色平静了下来 说道 此间无外人 直说亦无妨 你的手下 今天被我清干净了 但是 你没有证据 就如同先前说过的那般 山谷狙杀的事情 我也没有证据 可是你们依然做了 山谷狙杀的事情 我不知情 我未参与 二皇子盯着范贤的眼睛 很认真地说道 范贤摇摇头 那牛兰街的事情呢 小白兔被扇了太多次耳光 我承认 山谷的事情 我至今不知道是谁做的 但这并不妨碍我出手 他低头说道 四面八方都是敌人 既然不知道是哪个敌人做的 我当然要放乱剑 如果偶尔射中正着 那是我得了便宜 射中旁的人 我也不吃亏 也是占便宜 牛兰街 二皇子薄唇的笑容里 闪过一丝苦涩 几年前的事情 想来 也就这么一件事情 你却一直记到了今天 范贤抬起头来 平静说道 我是一个很记仇的人 而你也清楚 这件事情 和记仇并没有太大关系 你一日不罢手 我便会一日不歇地坐下去 没有大臣在场 没有太子在场 范贤与二皇子 这一对气质极为相近的年轻权贵 说的话 也显得是如此的直接 干脆 都是心思纤细的人 知道彼此间 不需要用太多的言语遮掩 二皇子深深看了范贤身边的三皇子一眼 忽然开口说道 有时候 本王会觉得 人生不公平 不说崔家明家那些事情 只说这宫中 我疼爱的妹妹 嫁给你做了妻子 我自幼友善的两位兄弟 如今却都站在你这一边 二皇子抬起头来 那张俊秀的面容里 夹着一丝引怒 如果是本王能力 不如你倒也罢了 可是 这只不过是因为一些很荒唐的理由 一些前世的故事 而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如果父皇肯将监察院交给我 难道本王会做得比你差 如果父皇肯将内裤交给我 难道本王就真没有能力 将国库变得充裕起来 修大帝 你我都不会修 你我都只能出银子 安知啊安知 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 毕竟我才是正牌的皇子 范贤沉默了许久 心知自己在庆国这光怪陆离的一生 如今所能获得的这种畸形权势 全然是因为当年那个女人的遗则 当然 那个女人也为自己带来了无数的麻烦与凶险 二皇子所言 其实并非全无道理 若自己与他异地而处 自己不见得比他做得更好 二皇子不是没有能力 而是一直没有施展能力的舞台 他缓缓说道 事事从无如果二字 不错 所以你如今左手监察院 右手内裤 二皇子微微讥讽说道 如此大的权势 想来也只有当年令堂曾经拥有过 所以你现在提前开始怕了 范贤的面容再次僵了一下 二皇子平静说道 你想过将来没有 你今日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他眼光微转 看了三皇子一眼 笑道 我皇室子弟 没一个是好相遇的 你自己也是其中一数 当然明白其中道理 三皇子低着头 根本不敢插话 范贤知道 老二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只是他有自己的打算与计划 二皇子淡淡说道 你是真的怕了 想一想你现在这孤城 快要往绝尘的路上走 日后不论是谁登基 这庆国怎么容得下你 怎么容得下监察院 范贤平静听着 二皇子继续说道 你之所以怕 是因为你是聪明人 你知道 你如今权势虽然滔天 却只是浮云而已 甚至集不上一张保纸结实 二皇子叹息着 因为你手头的一切权利 都是父皇给你的 只需要一道诏书 你就可以被贬下凡尘 永世不得翻身 父皇虽然宠爱你 但也不是没有提防你 这几年任何路子都由着你再闯 却绝对不会让你染指军队 其中深意 想来不用我提醒 最后二皇子总结道 正因为你怕了 所以你要自学权柄 大皇子喝了一口酒 冷漠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兄弟 像两只斗鸡一样说着话 范贤沉默了很久 没有接二皇子这句话 只是轻声说道 权力本是浮云 这天下何曾有过不败的将军 不灭的大族 殿下是皇子 心在天下 我却只是臣子 我要保我自身及家族康宁 二皇子截住他的话头 冷冷说道 本王知道 你堂堂失先 向来不以皇室血脉为荣 反而刻意回避此点 但你扪心自问 若不是你厌恶的皇室血脉 你岂能活到今日 还能活得如此荣光 一座四兄弟 二人沉默 二人对峙 放手吧 二皇子诚恳说道 你的力量 其实都是虚的 你不敢杀本王 便只能眼看着 一天一天的过去 而你却一天一天的危险 既然你已经察觉到了这点 为什么不干脆放手的 更彻底一些 以你在这天下的声明 你是婉儿的相公 你是父皇的儿子 你是北齐的座上课 谁会为难你 谁敢冒着不必要的风险 为难你 灵儿说过 你最喜欢周游世界 那何必还困于这险恶京都 无法自拔 范贤的眉头渐渐地皱了起来 手指头缓缓捏 弄着酒杯 开口说道 殿下 先前便说过 我与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他抬起头来 面上荣光一战 望着二皇子平静说道 一年前在这楼子外的茶铺里 就曾经说过 你不放手 我便要打到你放手 而且事实证明了 如今的我 有这个实例 茶铺里的八家江 你再也看不到了 这就是很充分的证明 听到茶铺二字 二皇子面熔顿时一宁 讲到了一年多前的秋天 在抱月楼外茶铺里 与范贤的那番对话 其实的对话 是发生在王爷与陈子之间 而一年过去 范贤的权势像吹气球一样的膨胀起来 最关键的是两个人的真实身份也逐渐平齐了 我为何放手 二皇子有些神经质的自嘲说道 殿下中了长公主的毒 我来替你解 范贤一句不退 冷漠说道 当初的话依然有效 殿下何时与长公主保持距离 真正放手 本官许你 一世平安 你凭什么 二皇子认真地看着范贤的眼睛 难道就凭监察院和银子 范贤摇摇头 说道 不凭什么 只是我欠皇妃一个人情 欠婉儿一个承诺 今夜之事 殿下应该心中清楚 我便是要清空殿下私己的力量 将你从这檀烂水里打僵出来 二皇子一想到 今夜自己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终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那抹气寒 阴怒说道 为什么是我 父皇不止我一个儿子 你也是 我没有一丝野望 我只是一位臣子 范贤说道 再过两天 殿下便会知道我的诚意 至于其余的殿下 一位是我的学生 我会把他打乖一些 大殿下更喜欢喝酒 太子我不理会 只好针对您了 您说的对 这血脉总是值得尊重一二的 所以 我会尽一切力量 阻止那种可怕的事情发生 二皇子心头意寒 屏风有一个缝隙没有挡好 冬日里的寒风 开始在暴月楼内部缓缓飘荡 范贤最后说道 请殿下牢记一点 陛下春秋正盛 不希望看见这种事情发生 好了